测量时,我们将红外线测量器的探头对准测量对象的额头 体温器的探头保持和测量对象1到3厘米之间的距离 按下开关 听到低的音声之后,直接读取上面的毒素 下面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毒素不准确 1.在室外使用测量里,检测对象长时间处于寒冷的室外环境 有可能造成毒素偏低 2.检测对象处于温度较高的室内环境 例如刚从温暖的车内走出来 这个时候测量时有可能造成我们的毒素偏高 3.测量对象情绪激动,或者是运动之后,甚至是大哭之后,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毒素偏高 4.检测对象的额头被帽子,头发,汗水等遮挡,都有可能导致我们检测数据不准确 如果遇到测量不准确的情况,建议大家可以进行多尺测量 最终记录准确的数字 那人体的正常体温是在36-37度之间